VG的官員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又來到這個老場時間了 今天星期看看有什麼新產品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 這裡就跟大家介紹了 Vanagear是一個專門介紹電腦、Gaming產品 或者是關於電裏產品的頻道 有興趣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下次希望見到你啦 好啦,先說一件最爆的 怎樣才是最爆呢 就是一個會發光RGB的MOMIX鬧鐘 第一代鬧鐘是減的樣子 上一代會有三合一的功能 如何三合一呢? 有QI充電、時鐘溫度計鬧鐘的功能 再加上一個叫做環境燈的效果 左右兩邊是會發光的 當時就被我批評 沒有喇叭功能 因為這麼大就夠了 把喇叭放進去 應該理論上也夠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聽到我的意見之後 終於出了第二代了 而且呢 有我們最厲害、最喜歡的RGB 就除了有10W的無線充電之外 它有五種氣氛燈效果 而它的喇叭就放在後面的地方 不過這個鬧鐘的設計上 你看到它是用一個濕電的 即是不是用普通的USB的電頭 輸入是要DC12V 1.5A的 如果大家是不喜歡那些火牛的話 看看有沒有有片器 就轉成USB的電頭 看它的樣子是挺不錯的 我都挺滿意的 遲下我還了J數以後 我又問人家來看看是什麼玩法 之後再來就是手機東西 Razer的新手掣 是給Android手機的 這個手掣 這樣看應該只用Android手機 因為Apple就有MFI 而這裡是看不到的 另外這個手掣的設計上 就像Xbox的一些Layer 大致於這樣的Layer 是相當不錯的 不過有沒有Game支援的話 就另一件事了 之後就是端午節的優惠 雖然端午節昨天過了 而這個優惠會到6月29日 當中就有不同的Gear 還有做特價 有興趣是自己可以去2000分的網看一看 但我對它這條的手掣就相當有興趣了 這個手掣在優惠價之下 只是139元而已 聽過之前電腦截是有再便宜的新低價的 但作為一個用開3M手掣換了其他型號手掣的用家 139絕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因為如果現在買3M應該會比這個價貴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些手掣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研究一下 之後 之前有說過看科開倉 這次有些螢幕在外面做特價 便宜了一點 有興趣留意一下 之後就是我之前說到很貴很貴的 Razer的麥噴 以及支架 現在有地方就研價賣99元而已 最主要為什麼會研價呢 因為新的SIRENS 只有入門版的幾支才可以用這個架 而且用這個架的時候 是有點觀音投訴把腳 所以被人研究到99元 也是相當合理 但正所謂會玩 一定是用來配BLUE的 因為BLUE的麥噴是正常用來配搭 所以是可以用在BLUE的麥噴上 上次科技新聞的時候 就說到MOMIX會出了很多不同的古靈精怪東西 其實同期還有一支 自稱是抽濕棒的抽濕機 它有一個濾芯的可以買 我就沒有去研究過它的原理 如果你是想要一些很小的抽濕機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這支抽濕機 近年的Notebook很多都沒有VGA 甚至有些只有Type-C 近來Webratum推出了一個Hubs 87W的PD 同時間是擁有VGA的功能 如果大家是那些還要用VGA工作的人 你不妨可以留意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AGI台灣廠的產品 最特別是什麼呢 就是它960GB就賣628元 同時之間有2TB的選擇 1380元就有交易了 又到了夏天了 如果家裡經常被蚊咬的話 除了塗一些無比滴之外 你當然會找一些滅蚊器 除了這些傳統用液體的滅蚊器之外 而近年也有一些用紫外光的產品 現在就有一大條紫外光棒的滅蚊燈 Remix推出的158元 有興趣就自己去詳細看一下 下一展昇影的 Router方面 最近華盛出了一隻AX86U 算是不是一個update的版本呢 就是幫86系列再升級 它的規格就是AX57 有些規格的東西你自己上網看吧 早前說過GIGABY的Notebook 好啦這次Aros的15吋 終於回貨了 而且主要是Made in Taiwan 當中的型號最高都是i7-750H 同時之間 也會有2080Super的版本 價錢好像感覺上比較划算 因為作為一部輕薄機 21998元 同時之間 它是有一個144Hz的螢幕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的MSI Notebook的介紹 大概知道 如果2080Super再加一顆i7的話 應該是有200多FPS的 如果它用一個144Hz的螢幕 應該是夠做有餘的 另外 上次說過的Aros這系列 其實它還多了兩個新型號 好像是 當中就是i7的版本 分別都會配了一個2070或者2070Super 價錢方面 是16498元 另外在黃金的地庫下面 賣電腦的4PAR電腦系統 原本在信達旁邊的店舖 就收拾了 然後就搬過去之前 A-grade的位置 其實整件事都挺厲害的 大家都知道A-grade的位置有多窄 但是當科伯搬過去之後 你會發現這間店舖是很位闊的 是完全理解不到為什麼當初是這麼窄的 這次科伯放的位置就在正 在這個complex 和正都的旁邊 你說是不是真的搶生意呢 都放到明是 好啦,最後一單 也是這星期的重點 就是B550 在折稿之前 MSI應該都是上貨的 即是現在意味著 場內有4個品牌 Kicabee、華碩、華慶 和MSI 基本上應該是齊章 如果說到最便宜的B550 暫時來說應該是Kicabee 因為華慶和MSI都暫時沒有最便宜的版本 所以這塊B550MDS3H 作為一塊沒有任何 全品牌型號的底板 好像大概是賣799元左右 至於B550可以賣到多貴呢 以最貴的那些來算 好像華碩一樣 ROG Shrek B550e的Gaming 可以支援SLI 所以我感覺上的定位和X570有點重疊 但值得要注意的是 B550的底板 其實全部都不支援二代的CPU 誰為之二代呢 沒錯 包括3200G 3400G 因為觀望就說 應該是未來的新U 都會支援到 所以就放棄了二代的CPU 這樣 所以比較尷尬是什麼事呢 因為底板上會有HDMI VGA 所以如果大家不清楚 不知道不知道 看到有VGA頭的話 就糟糕了 目前為止 最便宜和最貴的版本 價錢就會分別是$799 到$2300左右 最貴的那些 分分鐘可以比X570 所以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究竟是買B550 還是X570 這星期的腦腸新聞就這麼多了 有興趣的話 自己CLS 分享出去 或者那一刻你覺得有哪件東西是有用 正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在這裡啦 GYEWEE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